各位约翰·威克的粉丝们 如果你们对基努里维斯和他这部充满无情动作的传奇故事捉迷 那你们走运了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史诗集的约翰·威克之旅 第四章 一路打破记录,势不可挡 让我们从故事的核心开始 复仇及其后果 约翰·威克,我们最爱的杀手 渴望向高桌组织复仇 他从干掉长老开始 长老是该组织的高级成员 但这一举动并没有逃过别人的眼睛 格拉蒙·侯爵 另一个有权势的人物 展开了报复 追捕约翰 并惩罚那些帮助他的人 温斯顿和哈伦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为了寻求庇护 约翰前往大阪大陆酒店 但和平是短暂的 盲人刺客凯恩和格拉蒙·侯爵的势力介入了 一场残酷的战斗开始了 在吴明氏先生的帮助下 一个有着自己目标的赏金猎人 约翰成功逃脱并回到了纽约 现在 约翰需要一种方法来挑战格拉蒙侯爵 他了解到了一种古老的决斗传统 并决定寻求俄罗斯罗姆人 一个犯罪集团的帮助 但 有一个条件 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 他必须为他的妹妹卡蒂 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 在凯恩和吴明氏先生的帮助下 约翰消灭了卡蒂的目标 并获得了俄罗斯罗姆人的支持 温斯顿居住一致 向格拉蒙侯爵发起了决斗挑战 巴黎成为了这场最终对决的战场 格拉蒙侯爵不愿公平竞争 悬赏巨尔赏金追杀约翰 来自巴黎各地的刺客 都来追捕他 但约翰并不孤单 鲍利王伸出援手 提供了新的装备和一件防弹西装 有趣的是 联盟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尽管存在分歧 但约翰和凯恩还是联手合作 他们共同的荣誉准则 在他们之间建立了纽带 就连最初受贪婪驱使的吴明氏先生 也展现出了他温柔的一面 他放过了约翰 甚至救了他的爱权 这些联盟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在他们的帮助下 约翰杀出了一条血路 及时赶到了决斗地点 圣星教堂 决斗在黎明时分开始 凯恩为格拉蒙侯爵而战 战斗异常残酷 经过两轮激烈的较量 凯恩冲伤了约翰 格拉蒙侯爵渴望给予最后一击 于是介入了战斗 但温斯顿一如既往的足智多谋 他揭露了格拉蒙侯爵的鲁莽行为 约翰一直在克制自己 约翰抓住了机会 杀死了格拉蒙侯爵 履行了决斗的条件 约翰和凯恩都获得了自由 温斯顿也重新控制了纽约大陆酒店 但胜利的代价是惨重的 约翰的伤势非常严重 他似乎屈服了 当温斯顿和鲍利王哀悼时 片尾彩蛋暗示了新的混乱即将到来 凯恩与女儿的团聚被渴望复仇的赤梁打断 约翰威克四不仅打破了骨头 还打破了记录 凭借其错综复杂的剧情 紧张刺激的动作和情感深度 他引起轰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请继续关注这部惊险传奇的最新消息 再见 请继续关注 保重 请继续关注 请继续关注